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比如更新一些的宝马一系落地直接加长的奔驰A级 曾经的先行者逐渐被赶上甚至超越 那么奥迪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尤其是它最擅长的加长方面 那么这次随着全新一代奥迪A3的到来 最该来的加长轴距的奥迪A3L来的也一点都不意外 那么车头部分全新A3的运动馆真是做到头了 我觉得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进气格山 还有两侧这些大面积的银灰色金属质感的这种装饰 你甚至给它加一个S标就可以冒充是S设计 这一点都不过分 那么作为登场的大灯也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首先它日行灯造型已经是有一个矩阵状的设计 其实很精致的 当你晚上打开之后除了照明效果特别好 非常智能之外这种矩阵式眼光灯 当当当当当打开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 A3L它的车长超过了4米5 轴距相比两箱车型加长了51毫米 这51毫米基本上都给后排了 那么其实对于紧凑型车来说 51毫米加长没有让它的侧面产生什么不适的感觉相反 它结合这个比较明显的腰线 让它整个侧面造型还显得更修长了 并且缓解了两侧车门以及后轮骨厚度比较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整车的侧面看上去是很舒服的 那么轮胎是4条R25 45 R18的GOOT-E EGO FV 抓地力非常强悍 这一点在稍后的动态部分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解释 那么看车尾 车尾的设计元素相对比较简单 腰线延伸到这 再加上这么一个小压尾 两道设计塑造出了一个比较动感的这么一个感觉 尾灯和两箱车型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幸去看 下面部分 保险杠两侧其实是没有那种假的排气口的 还是这么一条镀铬的造型 看上去比较优雅 那么重点在这 425升的后备箱空间 20 24 28英寸 三个行李箱放进去毫无压力 这一点可是两箱车型做不到的 这个也是你打动家人或者说说服家人的理由之一 那么来到车内呢 我想A3L的这套内饰应该能满足大部分车迷对它的想象 首先就是科技感巨强 我们能在它里面找到很多这个A4甚至A6的一些设计元素在里面 还有呢就是这种非常考旧的用料颜色搭配以及做工 比如说这个中部台上部分基本都是软质并且带有一个缝线的点缀 车门的大部分区域也都是软质 有意思的是这个门的拉手啊 开始我感觉它的设计有点怪 但是实际上这个倒角的设计 你下车的时候特别顺手 还有包括这个空调的这一排持前件 虽然它的材质就是很普通的塑料材质 但是加了这么一条这个镀铬的边 哎 精致感一下就上来了 当然空调这个出风口啊 也是金属的 冬天是热的 夏天冰冰凉 那么奥迪A3L的科技感体现在哪呢 我想就是这一套12.3英寸的全影型仪表 还有这套中控屏了 那么先说这个中控屏啊 它是基于安卓系统开发 专门为中国市场打造了这么一个最新的设计系统 所以它在清晰度操作的顺畅性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在你操作的时候也是带有声音反馈 另外呢 它也支持自然语音的控制 以及第三方APP的一些操作程序都是支持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呢 就是中间这套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首先它的清晰度没有问题 还有呢 它也是支持导航系统的投射的 它有三种主题模式 可供选择分别是动感 经典 还有科技 然后这套方向盘啊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的 首先它包裹的皮质特别细腻 造型上也是凹凸有致 握感我觉得比这个宝马一系上那一套M方向盘甚至还要再好一点 当然它这个感觉也特别符合A3L这种年轻 动感的定位 座椅呢 首先它用这么一个浅色的真皮材质来包裹 坐垫的充实感特别强 也就是说我这个1.7 180的体重坐在上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陷入感 整体呢是偏硬的 当然靠背对后背的支撑比较均匀 其实长时间驾驶你的这种疲劳程度还是不太明显的 那我1.86的身高坐在这头部大概还有三指的空余 我们下面来去后排看看 因为A3L的后排才是最值得一说的地方 那么后排座椅的坐垫我觉得比前排可能还要再软一点 再加上它的长度不短 所以我坐在这臀部以及大腿的后半部分都能得到不错的称托力 我们知道A3L的这个加长了51毫米 基本上全给后边空间了 所以我一巴丢的身高坐在这 腿部已经大于一拳了 这个腿部的空间表现在这个级背里边应该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但是头部呢 虽然它采用了常规尺寸的天窗 给后排这个头部做了一个内凹的设计 但是我坐在这 可能也只有这个一指左的空余不是很大 但是可能我身高还是偏高的吧 中间这一块两个空调出风口 以及两个Type-C的充电口 当然前排也有两个Type-C充电口 所以在这辆车上你是找不到USB充电口的 所以A3L在静态部分的表现 我觉得确实挺香的 这个加长确实香 不过在动态部分 这个加长的轴距会不会给它带来一些 跟标准轴距车型不一样的感觉呢 那么动力部分呢 它还是沿用了大家非常熟悉的1.4T 货轮增压发动机 搭配7速Extronic双离合变速箱 那么发动机的数据可能您比我还熟啊 最大功率150马力 最大扭矩250牛米 最大功率呢 从5000转一直到6000转 最大扭矩 从1750转一直延续到3000转 那么这套动力总成放在这辆车上 从差不多167转一直到6000多 它的动力表现都是非常的饱满 甚至有点小凶汗的 注意啊 我买了一个点 是167往上 那么往下呢 这个一会再说 总之 只要这台发动机进入了最大扭矩区间 一直到断油之前 你的煤叫深油门都能换来 非常非常有爆发力的加速感 这么说吧 如果你没开过2.0T 当开它的话 你一定觉得它猛 哪怕是在你高速的时候 再加速的时候 它的动力都不会有什么穿接感 我甚至觉得 它这个动力是不是比较少了 当然这一方面 还是由于可能双击车变故乡 它的动力传递的更加直接 所以你体感上会觉得 这些发动机比数据上要猛很多 所以啊 我在刚开一辆车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0到100加速 差不多 甚至能进入到7秒 但实际上没劲 为什么呢 因为我测试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辆车 它是不支持弹车起步的 当然两箱车型也是 所以我们只能用地板油的方式去起步 然后在一档换二档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动力中段 紧接着再继续加速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它的最后0到100加速时间是8.76秒 而两箱版是8.72秒 要知道它们两个的体重 三箱型比两箱型重了75公斤 我指的是整倍质量 所以这样的差距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它们的制动成绩又返回来了 这辆更重的A3L 它的频率制动距离是36.87 而两箱车型是37.44 那么刚才我买了一个点 说这个发动机在1600转以下的表现怎么样 先这么说 首先这一段是它这个发动机 没有进入最大扭矩的区间 然后涡轮还没起来 但是呢 再结合这个变速箱 双连克变速箱这种飞走既停的这种特性 所以你在起步的时候 由于这个变速箱的自我保护程序 它要尽量减少半连动 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呢 你轻轻一踩变速箱就会赶紧结合 所以你会觉得起步的那一下有点窜 然后紧接着呢 离合器完全结合之后 就是从这个静止到2000转之前 这个等待区 这个等待区很快 但是还是比较乏力的 当然一旦超过2000转 这个发动机就真正开始跑起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中途再加速的时候 由于这个发动机 它太想省油了 你基本上用舒适模式 递挡情况下 只要巡航 它就会把转速压到1000出头 这个时候发动机肯定是没劲的对吧 所以你轻踩 没有什么动力反应 稍微踩深一点 马上胖给你降一个挡 动力又会顶你一下 所以整体感觉啊 这个加速性 或者说绝对动力性虽然不错 但是动力的表现油门不太跟脚 不平顺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小不足 那么如果说在行驶方面 A3L和两箱的A3它们之间的差距几乎是没有的话 那么在操控层面就真的不太一样了 首先呢 两辆车的转向手感都是非常细腻的 其实它的转向力度相比以往我们认识的那些奥迪车型 还要稍微更重一些 当然路感也更丰富了那么一点 如果放在10年前啊 我会觉得它的路感回馈还是偏少 但是放在今天 大家都是电子路线转向 所以呢 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甚至比它的竞争对手还更强一点 悬架呢 整体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保留了相当的一部分路感 对路面那种细碎的震动 抹的还算比较干净 但是走在比如说这种碎裂的这个不平整的摆弱路上的时候 那种颠簸会化解成一种冲击感到你身上 那种感觉差不多就像是隔着沙包带用拳头打你那种感觉一样 当然为了舒适性啊 它不可能做的真的那么运动 所以它的旋甲回弹阻尼做的还算是相对比较柔软一些 那么走在长波路上 你的这个身体不会有那种起来再往下拽的感觉 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平缓的 所以说它在运动感和舒适性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平衡 那么在操控层面呢 比如它转向的响应速度是非常及时的 那么三项版本的车尾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拖沓感 准确的说是在你快速并线或者说是快速去攻关的时候 车尾是很安稳甚至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那么两项车型就截然不同了 两项车型的车尾活跃到你快速并线 都能感觉到你转向的几乎是一瞬间 车尾马上就会跟出去 那种感觉非常的凌厉特别过瘾 当然在我们接下来的绕装测试的时候 随着车速增加 惯性逐渐叠加起来以后 三项车型的车尾依然非常安稳 而两项车型的车尾就会用一种非常渐进的形式开始外甩 这种感觉特别过瘾 特别的可控啊 可以算是这两台车在操控层面的不同性格吧 当然这样的不同性格也给它们的测试结果带来不同的影响 比如我们的迷路测试 这台三项车型用更安稳的车尾换来了比两项车型更高的通货车速 可是反过来赛道刷圈的时候 更活跃的两项车型又领先了这台三项车型 差不多一秒的时间在我们的凯德赛道上 你说这个事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吧 首先外观方面它看着就像一台小意思 所以面子上这一块给足你了 然后内饰这一块的科技感和品质感 我觉得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 包括它也没有因为为了这些所谓的功能性 或者说配置和设计牺牲实用 空调的实体件的保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后排空间 以及后备箱的容积 解决老款的A3车型一大痛点 它虽然绝对动力表现挺不错的 非常活跃 但是输出还是不那么线性 油门不太跟脚 另外呢我觉得作为三项车型 它的这个悬架的路感是不是绿的 比两项车能再多那么一点 但总体而言啊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它是一台20多万的奥迪 并且是一台能让我这个身材的人 也能体面的从后排下车 并且装下足够行李的奥迪 所以A3L的出现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该来的终于来了 OK 本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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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